那话不多说半个小时之后 几个人啊没有齐不个就来到医院 该走廊里面 这时候他们几个人就推进手术室了啊 老棒子给这火急火燎的 小双也在往这赶的路上啊 老棒子给小双打电话了 双啊你快点来吧 你哥让人给砍了 小双给这个局长开车 那这时候咱说 这四哥呀 一进医院还有唐立强 哑巴傻滑的毕竟都凶的 说咋样啊人呢咋在咋回事啊 就问嘛 老棒子就说了 说那个 为了谁 那个周哥周立平他儿子周杰 好像起码跟他发生纠纷了 燕也给扎了眼睛扎瞎了 这不吗 南哥没在家 找就是哥去呢 这就是哥我们就去了 这不倒那嘎子燕也给别了吗 枪也给吓了 他就讲这个经历 说完经历之后 唐立强瞅瞅 不是啊 他们几个跟你一起去的 对啊 哎 唐立强瞅瞅瞅呢 他们几个跟你一起去的 都几个砍在边上 你怎么啥事没有呢 我 你没砍我啊 为啥不砍你啊 说让我开个车 拉他们上医院 关键是几个家伙子也拿下来 也没家伙 也没法整 他们几个个拿枪的 我们都 看了枪瞅瞅瞅 你个几个玩竹子得玩啊 你他妈啥也不是 老棒瞅瞅 不是 咋下来枪 咋下来 哥们他妈一起去 刺个人 啊 你们家伙子也 吓得咱不说啥啊 张军是 听他妈啦 你比他妈张军开刺啊 你这张军这起码 还砍了 一起去的 有服务员 有能谈同当 你他妈啥也没有 没事 你回来了 你跟着啊 你咋下来 老棒瞅瞅 不是啊 就是啊 我一个人 我一回也没法 你他妈就是个小偷子 你啥也不是 你偷钱包行 你是不是 老棒一瞅 不是 强哥 瞧不起小偷 是 我不行 我打仗肯定不行 我要行的话 我也不能跟南哥混呢 对不对 当年我大哥刘万龙小偷子 让南哥给小户了 啊 我要是行的话 我不自力扇头了吗 我能跟南哥混一起吗 对不对 你再一个 你瞧不起小偷 那你月月分钱的时候 这帮小偷偷的钱 你不也花了吗 你瞧不起小偷啊 那本身我就不打仗 你非要我打仗 那本身我就不行 你说你这不能前人所难呗 你他妈道理还挺多你 是不是啊 你瞧 唐雷强从兜里面掏出个小卡簧 抓着当时这个老棒子啊 肩膀老棒子 干啥呀 我 撒撒 扑扑就是两下 有人说了 哎呀我操 我得反了 扑扑这两下子 唐雷强脚 撒撒 老棒子一五度 扎我你 扶死一手 干啥呢 李强哥 你干啥呢 他那两下子 你别急不滚 妈的混色混的大伙在一起 硬和人打死 不能说看热闹了 这鼻什么人品呢 这鼻子啊 啥他妈也不是这玩意儿 咋的 不服气啊 不服气我扎死你 我帮他捂着肚子 呃 大夫 大夫 扶死一瞅 哎呀我操 快快快快 啊 赶紧的 叫医生给他 给他整手势实际 仇还没等报 那不是先挑事的 那有人说了 唐雷强干的事 是为了过活的 那你细想想 唐雷强说的也没啥道理 没啥不道理的 你说一起去的 你瞅他们几个 哎砍你 他妈连手都没到 啊 你也太他妈走了 唐雷强用他的 自己人格的方式啊 啊 讲话呢 唐雷强讲话呢 他妈要是我 我他妈崩死两个都得 对不对 家事不可能就 但一瞅这帮人 确实啥也不是 等他妈他 也进手术室来 唐雷强跟四哥就说了 四哥 这帮鼻真不行 啊 还得去把袁南 谁也白扯 这帮人白去不扯 你找你到这几个人啊 否则讲话呢 别这事了 给袁南打一话 这事长大了 本来 袁南的这个兄弟被受伤了 你还给炸一个 但傅斯哥也没找 他等不了 唐雷强 唐雷强连他都骂 连傅斯哥都骂 那这时候 四哥啊 就把电话 打给袁南 袁南在哪呢 袁南海南三亚 跟自己媳妇 跟自己媳妇 赵志平啊 哎 没告诉你吗 渡这个小蜜月 电话这一响 袁南就起了 喂 他都被给眼睛炸瞎了 啊 周立平的儿子眼睛炸瞎了 啥时候的事啊 还有事呢 啊 你这个兄弟 啊 棒棒 让唐雷强还炸两刀 什么 我兄弟 棒棒让唐雷强炸两刀 我我我现在坐坐飞机回去 啊 我我现在回不起 我明天早上低满飞机啊 袁南都懵了啊 讲话是长的了 老铁 废话不多说 焦远南呢 当天晚上没回来 啊 那是第二天 坐飞机啊 跟赵志平匆匆匆就赶过来 员 傅斯哥没着急替了报仇 因为袁南如果不告诉袁南 袁南肯定得挑礼 老铁 时间来到第二天下午的时候 袁南坐飞机 就是来了 啊 现在哪呢 现在招待所几日见那面 一见面 啊 这时候 傅斯哥里头 唐立强哑巴跟傻滑了几个人 啊 曾大伟他们给他个冤护理人 那他不得冤护理人吗 袁南一瞅 说咋个事四哥 唐立强讲话呢 我先跟你说说咋个事 啊 你那个周哥啊 那个他儿子周周杰骑马 啊 让人小马给拽了 啊 要医药费去 结果对面不给 让一个 几个到外的老炮 眼睛给扎瞎了 张军去报仇去 领着这个这个 富国汉强跟老棒子 到那家子了 他们四个人拿四把枪 人家对面啊 十来个人拿七八把家伙事 让一把枪下了 啊 而且颜知那个 岔没人打跪下 啥也不是的玩意儿 啊 张军都拉了 老棒子什么啥事没有 啊 因为啥 人家说了 让老棒子 拉这几个哥们上医院 没砍他 听明白吗 你兄弟啥也不是 而且他们老棒子 他那不讲究 一起去的 他啥也没事 我什么给他两刀 他不服计吗 我教育他教育他 咋的 袁南一听 也知道唐立强不好整 说你精神病啊 别的事不说 你扎老棒子两刀 干什么玩意儿 你这不精神病啊 唐立强讲话咋的 那他妈人怂 那不讲究 那就是这把划头 我就得叫一下 四哥讲 行了别吵 别吵 袁南的 你看这事咋着 袁南的 接上医院 我看看兄弟 这不吗 刘孙儿也在这不 三哥 咋的都行 别出人命了 咋的 我现在给史光大哥 开车呢 我太值得了 出人命跟不出人命 不一样 你看你们给人干残 哪管就干成植物人 他喘着气呢 是跟死人是俩性质 对不老铁 就是干残人 干伤人 干死人是俩性质 光哥给那个压子 多次都提到咱们这个事了 就是压力挺大的 男哥 干残都行 光哥都输了 干残咱都好摆 我上医院看 这不吗 袁南他们就上医院来 到医院 也很顺利的看到张军 看到福果汉强这些人 听过他们断断的叙述之后 袁南也知道 自己没在家 兄弟们遭了嘴儿吃了亏 他也挺理解 说张军啊 当时软了 因为张军毕竟不是他 袁南讲话了 说这么的 啊 张军啊 他在什么地方 啊 叫啥名 张军躺在病床上 老棒子一听 男哥 我能找到地上 我去过 人家话的 走吧 上医院 啊 啊 老棒能行吗 老棒五度讲话 关键我 我这 老棒伤不重 瞅瞅 下地 带队 啊 这不吗 让老棒子下床 带队 那老铁 都有谁啊 咱不废话 福果 哎 这个张军跟汉强 他们嗓啊 嗓比较重 老棒子这两刀 那个庞立强 炸都没炸到事 老棒带队 焦岩南 俯四哥 郑大伟 包括当时的李令平 还有傻子 雅华 那个傻子 傻子 雅华跟傻华子 啊 还有当时的海涛 啊 这么说吧 老铁 就这个队型 现在啊 这个团队里面 剩下的这些 没受伤的 随意叫出两个人 小双没去啊 都能把对面灭了 你行不行 别说把对面灭了 这个团队随便 现在叫出这些人 什么唐立强 哑巴傻滑子啊 什么海涛啊 四哥哥 渊南 随便叫出两人的 到仨人 能把哈尔滨任何团伙 干个片甲不留 基本上那棍子 那棍子 非常强大 那大伙 验好了兵器 咱不废话 就奔往了当时 道外跑马场 那老铁 道外跑马场 这一天老板 并没在家 老官点挺高 老官干啥 天是黑了啊 老官在外面 跟朋友喝酒 这时候 道外跑马场 这个院里面 员工也吃火热饭 这不六月份 五六月份吗 天挺热乎的啊 这猛手搭着足了 都被吃烧烤 一般人看着 正吃饭 就看 对面 呼呼啦啦 啪啪啪啪 进了三辆车 到四辆车 往院里这一停 远南一下车 跟福斯哥 走在最前头 紧接着旁边 是穿着小背心的唐立强 旁边是傻子 跟哑巴 跟傻滑子 后面是这个 曾战伟 跟这个李令平 后面是海涛 前着走着 往前走着 这种这远南 李老远都没隔着 都没有 几乎三十米就喊了 谁姓官 来 给我他妈出来 谁姓官 袁南眼的只狗 一说谁姓官 老铁啊 对面的员工吧 加在一起 有十来个 但是老铁 上次打仗 这些员工 也都参加了 有不少 员工一抬头 到跟前来 袁南讲话 说谁姓官 哪个是 刨马场的老板姓官 来把老官叫出来 这些员工啊 有的就是他这个 刨马场有枪 有家伙事 瞅瞅袁南他们 当时这气场下来了 为啥知道我 一瞅各顶各 这些人的造型 这气场 跟他们张军 福果汉强 他又一样 这气场 人的气场 绝对能决定一切啊 小瞅瞅 不是 大哥 你们傻事 你告诉我啊 姓官那妹子压呀咋的 我们老板不在家 给他打电话 啊 你杠他 到外的啊 香 那个南杠的 这个火车站的 焦原男来了 找他 啊 给他打电话 他回来 这 焦原男 听明白吗 焦原男 让他回来 找他有事 啊 一听焦原男 员工哪知道了 老板都在这会儿 员工也懂了 他妈焦原男来了 这焦原男 跟张军的气场不一样 看见吗 这匹养的 只狗的 带着杀技 好像他们赵文山 那个团队 暗案传里面演小品 那个毛巾龙的眼神 只狗的 啊 行行行 我 我会打电话 那这时候 就在到外区 一家酒馆里面 八九个人 大 开黄畅饮 我他妈是脑也酸的前兆啊 啊 咬 咬字不清晰的 你总想说这个字 说出那个字里 可能是说话说多 啊 一帮酒鬼 喝的迷迷当当 气动有几个大哥 就说话了 哎 光哥 听说前两天咋的 你把那个焦原男 那团队的兄弟给干了 说什么叫张军的 还有叫什么福果的 啊 干了 啊 光哥 你贪事的 你不知道啊 我贪啥事的 对的 哎呀 那焦原男团伙 那哥哥有人命 你不知道 你别听他吹牛逼了 人的名书的眼 都不一定该哪个 干死几个瞎毛烂狗的 死耗子 误伤背不住 啊 花钱摆了啊 船的 不牛逼 我都给磕了 差点没磕跪去 哥 不对 据我听说啊 就前两天 这个焦原男 把哈尔滨那大哥 道里去的 满力柱 你知道不 那满力柱 都牛逼 那我知道 满力柱的兄弟 他磕死两三个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我兄弟 跟满力柱的朋友 在一起玩的 都知道 亲眼看 满力柱兄弟 前前后后 被他妈焦原男 干死撒 关键满力柱啊 都没追究这个事 咱别说满力柱 连个屁都没放 满力柱都没追究 说明啊 他也没拿 他有啥办法 他妈那小孩说的 满力柱事我不到啊 但我家是 就把平房去 我家平房去 那个啊 有个叫老高子的 报工程的 挺社会的 前段时间 因为耍钱 好像不整的 得罪焦原男的朋友了 这不吗 让他妈焦原男 给他妈干消祸了 打死了老高子 那人现在 他妈好像 买拿起来 你们说的 我是不知道 但我是松北的 我们那个 这个松北 杨标大哥吧 好像曾经 他俩兄弟 好像被焦原男的是 一个叫什么 赵府寺的 给干消祸了 也是他们团队 真的 真的 大哥 你惹他们干啥呀 大哥 不应该呀 听你们这么老的话 我他妈费了 我掏上了 听你们这么老 是吧 那你看 满里头 他们都拿着没招 那你们那么老的话 我就掏上了 我费了 我他妈好像 没他妈活头了 不是 哥 说的是实话 别听他催牛逼了 等会我接个电话 听你们那么说 他妈好像 我没活头了 哎 李教练 老板 你在哪呢 找的呢 那个 说 来了一伙人 领头的 那个 啥子等等的 说他叫焦原男 让你回来的 是南杠的焦原男来了 找你有事 谁 焦原男 多人啊 来 八九个 行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刚才 我回去 现在就回去 哎 你说你们几个 闭乌鸦嘴 给他倒过来 倒过去的 倒过 什么焦原男 焦原男 你们这 咱们给倒过来的 还真 咱们来的 找过来的 行了 跟几个 别几个喝的 擦你们这一天天的 闭上你们 那个乌鸦嘴 走吧 焦原男 来找我来了 咱们一起去看看去吧 哥几个跟我走吧 啊 啊 修小焦原男 来找你来了 大哥 来了 给泡泡场的 啊 好哥们吗 走一起去 过去看看去 哥啊 我 我家 那个今天 我妈过生 我 我得回去了 哥啊 我哪天 我得去啊 哥我走了啊 哎 你不跟我妈过生 啊 我也去 哎 哎 不是 哥啊 那个俺家 我奶 今天 今天晚上结婚 哥不好意思 我走了 哥 哎 你奶他妈八十多 你奶三婚呢 不是 哥呀 俺家老母鸡抱抱崽子 今天我这这有点活动 我都往上想起来 我就走了哥啊 呼啦下 人都即ま走了 别说这番人不讲 喝酒行 你妈的得的交难 你不是 小鬼 跟他们羊爷 跳皮里 你不找死呢 对不对 这些当时就跑了 全就跑了 当时他多少行点酒 兄弟们不能骗他 这些哥们 难道他真就不干死那些人 干死那些人 不干死那些人 我怕他啊 我也有兄弟 二红啊 哎 哥 你这么的 说他妈的南杠的交易男来找我 你把兄弟们走着走着 拿家子 往庞巴厂去 多找几个人 我现在往庞巴厂去 到门口集合 哎 交易男来了 大哥 对 你过来吧 带兄弟去 那个我上庞巴厂门口 那个一公里 那个小学校门口 那等你 行行行哥 你那些打电话呢 那老铁 他这边主持了多少人 老铁啊 也不多 找了当时 得有小二十人 而且这二十人 拿了当时 得有十来把长杆子 还有骗杆子跟钢管 人家老官确实哄个社会 但是这时候 他多多少少 就感觉有点不对头了 那再说 跑马场这边 一帮跑马场的兄弟 跟那嘎子 咋的了老铁 骑刷的 站那嘎子 都跟那嘎子 站的 对面有个穿红杯心的 大生产三个地 两个小洞 这嘎子一个洞 回身想要哭 窗下交易 他妈 站好 站好了 立正 哑巴过去 阿嬷 阿嬷 大哥 站好了 挺直流的 闭嘴 谁啊 唐立强 单闲着没事 等半天 没有半个小时 都回不来 都有钱吗 大哥 我问你 都有钱吗 不毒 傻滑啊 来 从头到尾搜一圈 把兜给清干净的 傻滑一手 嘿嘿嘿 好事 过来 来把兜掏上来 快点的 快点的 傻滑一手 第一个小掏出三块五毛钱 傻滑得没傻多钱 说你他妈穷比 你这三块多钱 这帮员工都愣了 说是干几个啥 这帮小子 这帮穷的 干什么玩意 连我们都抢 我们一个喂马 杨马 到第二个 快点快点 傻滑一手 我就要干这活 唐立强收他当小镇 说你就是我兄弟 管越南叫哥们 你是我弟弟 傻滑从头搜到尾 不打一会儿 回来 多少钱呢 不知道哥 尝尝 好像五六百 他妈五六百 你不使数 来来来 先放我这 不是 就是哥 我那份啊 能差你钱啊 是能差你钱 能咋的 啊 那不还有几个戴手表 你都没收清 你再把手表捋下来 手表咬了 傻滑 现在都上道了 上去巴巴巴 把这帮小子啊 手表呱呱呱 都给收上来 那这时候 玩完这个游戏 又等了能有十分钟 还没回来 啊 唐立强讲话呢 啊 张军他们住院了 这是唐立强啊 唐立强瞅瞅 哑巴 哑为瞅 阿爸 赵华 这帮傻逼啊 这帮傻逼啊 杀华 这帮傻逼啊 傻滑一手 挺好的 这帮傻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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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啥呢 老天 你们猜 啊 这唐立强 还要傻滑的 跟哑巴 跟哑巴 干得嘎的 老天啊 把他们马场的马全打死了 他打一头 他打一头 比他打 照着马脑袋 马身上 那马躺一地 老铁 这招有点损啊 那马多可怜呢 那马 把他们了 把马给他给打死 那老铁 就在他们打马 打完马的过程中 这场大仗 也悄悄的就要打来了啊